保时捷发布了全新的Market EV 这也是保时捷首款的纯电SUV 那么网上已经有很多的视频 告诉了大家这个全新的Market EV 它拥有哪一些的配置 但是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非常的想知道这个Market EV 它的售价将会是多少呢 因为保时捷发布了这款车型 并且还看到了里面的内饰结构 但是它就是不告诉你价格 至于我们一些造成新事例 在这个发布一个车型 然后让你看不到里面的样子 而价格却早早的告诉你 它的一个发布新车的流程 截然相反 那么我曾经准确的预测了 国厂版特斯拉Model Y的一个售价 那么今天我再来预测一下 保时捷Market EV的一个售价 到时候大家看一看 我预测的准不准 首先大家都知道 油车版的Market 它的起售价是57万多 那么纯电版的Market 它的起售价会不会和燃油版一样呢 甚至比燃油版的更便宜呢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据说这个Market EV版本 在美国的售价是8万美元 那么换算成人民币呢 大约是57万 很巧对不对 和这个燃油版的Market的售价 似乎达成了一致 那么另外还有消息说呢 在欧洲 德国的一个Market的一个售价 8.4万欧元 那么换算成人民币呢 大约就是64万 到底在中国的售价 会是参考美国的换算价格 还是欧洲的换算价格呢 那么我觉得 以保时捷的调性 新车发布一定是 要抬高一点价格的 但是这个价格呢 又不能抬得太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之前保时捷唯一的一款 纯电车型 就是Tekan 它的起售价是89.9万元 如果说Tekan是参考了 帕尔梅拉的一个定价 或者说911的定价的话 那么Market EV的售价 一定是对标 男友版的Market 所以综合考虑下来 我预测Market EV的售价 会是在63万元左右 我说的是最低版本的起售价 63万元左右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 到时候北京车长的时候 应该就能够揭晓 Market EV的售价了 我们下期再见